为法宝节增法喜 集营新年的热闹气氛 旧式书道会历届理事长 五位书法名家 在极乐寺社教馆现场 挥豪赠春联 让民众很惊喜 今天很开心能够来极乐寺 拿到这么多为大师的莫宝 我真是很欢喜的心情 老师们送上满满的关怀 祝福所有的市民兔年吉祥 祝福大家兔年行大运 健康平安 祝福大家兔年行大运 红兔大展 祝福大家平安喜乐 健康美满 在未来的兔年 祝大家红兔大展 大展红图 吉乐寺住持妙章法师 其勉大众学习佛陀的智慧和慈悲 行菩萨道 以累积福慧资良 佛陀成道纪念日 我们在基隆吉乐寺这里 也在庆祝法宝节 除了有法宝节的一个法会 五共之外 我们在山门口也组了六千杯的拉巴粥跟民众结缘 希望透过这一碗拉巴粥也能够让他们有一个得度的因缘 尤其在这几年当中疫情给大家很多不安跟恐惧 希望透过这一碗拉巴粥给大家平安吉祥 我们还有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 就是我们名家的一个书法会好 给我们新的一年有春年 带给大家新的一年有新希望新的一个未来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